民政党主席刘华财 今早在国会上议院宣誓就任 为上议员引起热议 也因如此 民政党再次引发党员不满 再有一位议员因此而宣布退党 继昨天民政党前任秘书长 滨州前主席邓张耀 于今年9月退党的消息传开后 今日 被外界视为邓张耀徒弟的卢戒申 今日在其面子书抛正汉但宣布退党 另透露 退党信已通过电邮 发送给民政党中央和槟城办事处 卢戒申在接受电访时确认退党 但问是否因为邓张耀而退党 他回答说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即受尾上议员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来回应 由此可见 卢戒申此次退党原因 完全在于难以忍受刘华财 受尾为上议员 卢戒申也在脸书上直批刘华财在马六甲周选败正后 还厚颜无耻地接受上议员 完全是卖党求荣 他于周二 下午四点 在脸书上发长文轰炸刘华财 宣布退出民政党 并附上一张自己看着党制服的照片 足以证明他对民政党的失望 在此宣布 我退出民政党 退党信已电邮至民政党中央和槟城办事处 他说 在最辉煌的时候 民政党赢得了槟城竞选的十三个州一席 担任槟城首席部长三十九年后 到了二零零八年 一切从头开始 他说 他入党时 还不是民政兴盛的时候 相反是处于最谷底的时候 近十年来 该党没有席位或资源 但自己仍有一份勇气和热忱 坚持民政党过去的政治原则 没有后盾 为了真理 我甚至硬着头皮去得罪当时的林财长 就算破产也不畏缩 与他对驳公堂 因为我相信 我是做着对的事情 他说 上周刘华才说 民政会在马六甲Suppu Bersey 结果马六甲败阵 从丹荣比爱补选到马六甲州选 有领袖负责吗? 他有没有检讨 败政问题? 没有 但他现在 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成为国会议员了 一个卖党 求荣的领袖 对党 国 州没有任何功绩 对党也没有任何策略 败政后 非但没有检讨 更别说问责 如今还厚颜无耻 接受上议员 这和青蛙没两样 他指出 刘华才当上党主席后 看着他天天在闹笑话 结果 上下党员处处受辱 抬不起头来 该党自创党以来 也大概只有他能做到这点 拉拢了一般和他一样 没有政治智慧 没有政治理念 没有政治道德的党领袖 一次性直接把民政党埋葬了 卢介深质问当时民政党 宣布退出国阵的骨气去了哪里 他说 2018年6月23日 民政党宣布退出国阵 当时 刘华才说 民政党将成为独立的在野党 不会与其他政党结盟 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 民政党敢于退出国阵 他原本以为看到转机 敢以独立的身份来 可敢于发声 花时间慢慢巩固 民政党的作用 改善过去 失去人民支持的原因 在马来西亚 有这么多政党 都这么烂的时间点上 这原是党最好的机会 让我们做一个 称职政党的好机会 他说 当然 领导人 必须告诉党员 目前我们不应该考虑 在大选中 是否能赢或输 我们会做人民 需要我们的角色 敢怒敢言 所有人 放下所有得失心 只顾好扮演 敢怒敢言的工作 哪一个政党错 你就制衡他 如果制衡得好 人民的利益 就会得到保障 他指出 结果两年无果后 刘华才于2020年 8月29日宣布 民政党已申请加入国盟 为什么这么没有骨气 这么快又加入国盟 党很需要支援啊 很需要钱啊 他指出 如果你是独立的 那就做好你的角色 一旦你做好了 很多人都会来支持你 做好事 大家都会来支持你的 这就是人民运动 那时的骨气 那时的志气 统统到哪里了 卢戒申指出 他经常抗议是 因为对党的领导无能 感到不满 自去年7月起 被民政党领导层 冻结了6个月 此后无限期延长 他指出 民政党领袖 从改革者到追随者 再到投机分子 沦落到京时 今日2021年 马六甲州悬要党员 上阵当小丑炮灰 骚头弄姿 哗众取宠 用下流字眼 博宣传 他还调侃 失去一切 也无所谓 党主席隔几天 就风风光光上台做官 这是马六甲 没有赢得任何席位 国家领席位 甚至已经退出 国阵的情况下 今天 党主席 前往议会上院 接受包括国阵 在内的政府 委任上议员 同志们 你觉得光彩 同志们 你可以接受 他还坦言 最担心的年轻党员 如果不够开窍 就会被带去荷兰 没有获得 好好的栽培 对与错都不会分辨 民政党的领导们 有些天天闹笑话 有些天天只要出文 告出报纸 晚上才能入眠 有些天天不要出声 等上面的下台后 刘连掉下来时 轮到他当主席 他说 这些人很错 自私 没有政治道德 那些被误导 跟从他们的党员 还天天自我安慰 继续自己骗自己 这完全是 民政党的悲哀 我只能淡淡地说 扶手贴耳 摇尾而起连者 非我知之也 同志们 这是我最后一次 和你们一起高喊 萨图哈提 就是我最后一会儿的 我不是在买 我买了 什么事 还是我